wus 爆肝 爆肝 不要爆肝 不要爆肝 爆肝 爆肝 不要爆肝 不要爆肝 現在年輕人畢業之後面臨的是什麼問題呢 第一個我們要面臨的是全世界第三高的公司 還有成長幅度無法跟經濟GDP的成長一起上升的低廉工資 還有什麼第三個被政商集團不斷炒作一直上漲了高房價 我們賺到薪水根本沒辦法讓我們可以買一個安生利命可以永久居住的房子 還有工業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環境污染污染我們的環境 最後是我們即將崩壞的年金制度跟社會保險 所以我們青年在畢業之後變成高公司低薪高房價還有即將崩壞的社會保險 我們這些問題都是非常需要被解決的 非常多年來台灣的GDP一直在上漲 但我們的薪水有沒有漲 沒有 我們的公司有沒有下降 沒有 責任制的後門是不是越開越大 對 這些問題指出了台灣的老闆 許許多多的大企業大老闆被灌壞了 今天有來台大校園爭彩的一些無良企業 大家要注意 第一個 永鋒於 永鋒於在2014-2015年的時候 惡性倒閉韓國海底斯工廠 海底斯工人跨海抗爭 如今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 第二個 紅海 紅海 他在 大陸 非常多的工人自殺 造成工人自殺 郭台銘還說什麼 如果員工的尿是黃色的 這是一個好員工 為什麼 因為這代表員工為了工作 他沒有去上廁所 第三個 華航 華航在去年蔡總統剛上任的時候 跟 桃園市職業空服員工會 簽訂了團體協約 結果現在是承諾跳票 而且不斷在打壓工會 第四個 台宿 台宿 他明明身為一個大企業 他有能力 把他環保規範做得更好 他的情況卻是 不斷的排放污染物 讓我們社會大眾來承擔 最後一個 台灣最大最惡質的 資本家以及企業 就是台灣政府 他去年砍掉了國定七天假日 做了配套不夠完善的 一例一休政策 帶頭使用非典 比如月聘庫派遣 最後 他現在跟收費員簽的承諾跳票 然後再鼓勵沒有抗爭的非典員 來收割成果 來搭便称 這是我們絕對不能樂見的 大家說對不對 是 台宿前陣子 除了過去一直被人家所知道的排放污染物 前幾個禮拜 前幾個月 還被綠蒙一個環保團體抓到 他們有2.5萬的數據 超標數據 突然在他們的資料裡面消失了 因為他們可以自行修改資料 而政府也放任他們帳稿 洪海 洪海是一個 惡名昭彰的企業 他過去讓 許多中國工人 跳樓 而現在 他的董事長郭台銘 卻還可以在社會上有了非常高的名聲 甚至說可能之後要出來選總統 我們也想要呼籲 學校裡面的同學 還有未來之江投入勞動市場的同學 雖然大家都必須要找工作 但是在找工作的時候 要注意這些非法無良的企業 不要讓自己的權益受損了 大家的學歷不斷在上升 但是我們的學歷貶值了 製造業勞工沒有辦法獲得足夠的薪水 服務業勞工面臨排班薪資過低的問題 我們許多大學生面臨畢業及失業的問題 作為一個青年 也就是即將投入勞動市場的我們 勞動環境的優劣更是關乎我們青年的未來 就本地青年的現狀而言 世代不正義所帶來的結構性清明問題 以及世界第五高的工時 所造成的過勞問題 以及工業資本所帶來的環境外部問題 這是我們青年 那就是世代所要去被解決的事情 在去年的年尾 可以有效降低工時 而且提升青年的薪資的國定七天假日 在資本家跟民進黨的共謀之下 以謹力多數國會的優勢然後砍掉 讓勞動保障並不完全的一利休倉促通過 但是就從一利休搭配砍七天假的政策上路以來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資本家不斷透過媒體系統 方說有關於制度上路後 社會三書的言論 那三書是哪三書 分別是 勞工領不到薪水 企業成本增加 以及物資上漲等等 但事實真的是如此嗎 讓我們來檢驗一下這三書背後的邏輯 叫勞動部他在他的 他在上個月統計出來的這個 美洲的平均公時 在一利休上路的第一個月以來 美洲的平均公時是42.25小時 那這代表什麼 這跟去年還沒有一利休的時候 在勞動部的統計上 一共只減少了0.37個小時 那在參照這個勞基法關於加班費的計算 平日的加班費是1.33跟1.66 休息日的加班費也是1.33跟1.66 所以我們只要用很簡單的邏輯下去思考 然後再搭配上之前七天假 為資本家省去的成本 這個所謂雇主的成本 因為一利休 所以成本大幅增加 很顯然是一個荒謬的謊言 那更不要說這個 資本家會說一利休上路後 我們要被強 他要強迫多讓勞工放一天假 這根本是一個時空錯亂的邏輯 因為在一利休的規定裡面 一利休他休息日 具有非常非常高的彈性的出勤的空間 在七天假的爭議中 資本家說不砍七天假 會增加630億的成本 那在蔡政府幫資本家省下這個630億的成本後 資本家卻不斷的回頭過來恐嚇社會 透過媒體 透過文化 透過跟國家機器的結合 去阻斷工人任何有權利意識的主張 對社會大眾散布不合邏輯的荒謬言論 我們想問的是 如果像國民黨每次在選舉說 他們如果落選 台灣就會淪亡這句話 會被社會當作笑話 那為什麼我們對資本家這些謊言 卻還是言聽既從呢 那今天是台大的就業博覽會 將許多企業回到這個校園來擺攤 其中就像剛剛前面兩位同學講的 不乏這個對於員工的條件待遇啊 環境污染方面啊 具有非常多不良紀錄的企業 對於青年而言 我們真正要看到的是 在這個世代不正義所造成的清貧問題 以及這個全球第五高的高工時 我們在這邊呼籲 在本地這個極度 極度失衡 極度剝削的勞動環境下 作為青年產業後備軍的青年們 除了企業的量力外表下 我們更需要關注的是 資本家背後 貪婪而且剝削青年的真實 混合成商機 解決新商品 盡情死亡 詞我、記者、記者、品牌 稍往企業後 互乎、 改良, 改良, 改良,